新北市農会从民国89年起 举办新北市台北市制茶技术竞赛 共有新北市11区与台北市南港木榨等区茶农共同参与 这次的年度赛会共有46位优秀茶师参加 新北市農会理事长林熙水表示 双北制茶技术竞赛主要是为了精进茶农的制茶技术与品质 借此提升茶产区交流来增加茶农收入 双北制茶技术竞赛从30号起展开马拉松式比赛 经过了两天一夜在31号上午进行评审作业 担任评审的茶改厂文山分厂分厂长苏彦授表示 今年的天后状况以及茶签品质相当好 加上选手的制茶技术高超 因此结果难分宣制 我觉得不是那么的好来做评审 是因为大家的水平都很好 都很好包含天气啊茶青还有就是整个环境 再加上大家的制茶技术 所以就非常非常的接近 而比赛结果最后是由来自深坑区的选手谢松茂脱颖而出 勇夺本次赛会特等奖 另外头等奖分别为平林区陈军杰 石定区叶承轩以及平林区王胜祥 四位选手将在8月24、25号代表新北市参加全国制查技术竞赛 挑战新北冠军十连霸荣耀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导